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呢是这一期的主讲人 我叫魏力 微博上是黑婆 我是一个古建筑摄影师 走过了全国很多古建筑 也是一个爱好者吧 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零基础了解中国古代建筑 然后呢我的这一讲呢 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屋顶 我的这个选题呢叫如灰丝飞 如灰丝飞这四个字呢 可以很好的概括中国古代屋顶的 这样一个特色 如灰丝飞讲的呢 是像像这个锦基一样飞腾 这个这句话的全文呢 是来自诗经小雅斯干中的一句 叫如鸟丝隔如灰丝飞 就是说像鸟张开翅膀一样 像这个锦基飞腾一样 你可以看我们古代的屋顶 它有飞岩组成 然后呢它非常的巨大 然后在这个顶部张开 确实是很有这个鸟兽飞腾的 这样一种动感灵动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中国古代的这个木构体系呢 它这个建筑体系呢 它是完全不同于这个西方的这个建筑体系的 中国古代呢是以木构为主 然后呢 服役这个砖石构这样的一个建筑体系 而且中国建筑呢 讲究布局 讲究风水 讲究院落和建筑之间的组合配合 这个呢在世界其他的这个建筑体系呢 来说呢可能是比较少见 比较特殊的一种 所以说呢我们对中国这个建筑啊 要独特分析 独特门类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看一个中国古代建筑之前啊 就可以从外观上很形象的把它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这个古建筑下部的台积 这个下部台积呢一般很高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啊 有一个很高的台积 有些建筑呢至少会有一层台积 有些建筑呢可能会有三层或者更多的台积 然后呢中部呢是古建筑的核心部分 就是它这个屋身部分 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梁架结构部分 包括屋架和立柱 还有门窗以及这个承接屋顶的铺座层 这一部分呢是古建筑最复杂的一部分 也是古建筑主要的功能部分 而我们这一讲所讲的屋顶呢 是最上面的这一部分 然后呢它是这个外观形象上最显著 最突出而且最赋予变化的一部分 就是说屋顶呢一部分是它有实际作用 它作为一个建筑风顶遮风避雨这样一个宝座 第二部分呢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个装饰艺术 基本上都体现在屋顶这一方面 而中国古代建筑就是如果我们拿出一个这个 单层的电视建筑的地面来看 就从很远的地方来看 我们会发现啊 中国古代的这个屋顶的这个比例呢 它是要超过屋深 甚至大过屋深和台积之河的 这在世界其他的这个建筑体系中是非常少有的 一般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建筑体系呢 基本上是以屋深为主 屋顶呢是一小部分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建筑有一个非常大的屋顶 所以说我们才说呢 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呢 它像这个鸟兽腾飞一样的这种最大的屋顶 像张开双翼一样 确实是非常的形象 我们可以说呢 中国古代屋顶的特色呢 就是上部威额高耸 岩部呢如意轻窄 配合以呢 这个神秘生动的这个脊兽装饰 和这个琉璃瓦座 形成了呢 一个非常漂亮的冠冕 在这个古建筑之上 这也是呢 识别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好 我们这一讲呢 分成四个小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秩序与规则 主要介绍中国古代屋顶的知识 这一部分呢 首先会带领大家了解一下 屋顶的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呢 通过几种最常见的 中国古代营造屋顶的方法 知识 来带大家了解整个中国古代 这个屋顶建造的这样一个体系 第二部分呢 是讲千古源流 主要是讲这个早期的屋顶演变 书里呢 从这个 原始文明 一直到 这个 先秦 到秦汉 一直到魏晋 最后再到唐宋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 第三部分呢 是这个屋顶的装饰艺术 我们都说过嘛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 大部分集中在屋顶 所以说呢 我们谈屋顶就 肯定绕不开这个屋顶的装饰艺术 它有很多个方面组成 比如说像这个 山花啊 悬鱼啊 琉璃啊 或者说是 套兽 脊兽 持稳 这些都是我们 所要讲的对象 第四部分呢 是各地的屋顶特色 主要是讲呢 中国的各个不同地方的 这个屋顶的施工方法 和它的表现特色 以后呢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建筑的风格呢 来区分这个 它所处在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部分 秩序与规则 中国古代屋顶制式 这一部分呢 首先来看我选的这个封面图 这是青海乐都的曲潭寺 这个寺呢 是明初的一个 官造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喇嘛寺院 这个寺院呢 是历经从洪武开始 一直到永乐 到成画 到宣德 就是在明朝初年 很长一段时间啊 这是这个官府和这个 这个 藏族地区的这个精神领袖 共同营造的这样一个寺院 它在很多制式呢 就基本上可以代表 明初官造建筑的一个范本 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 曲潭寺农国殿啊 它是带超手回岗的 它应该是跟早期故宫的这个 凤天殿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这个制式呢 也是重演武殿顶的 然后呢 期间呢 没有经历这个损毁 就一直保存下来 所以说这个寺院的 这个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前到后 从它的这个中古偶 一直到它的这个三大殿 它们的屋顶制式呢 都略微有一些区别 这些屋顶制式呢 我们后面都会介绍到 好 我们开始看第一种屋顶 就是这种屋顶呢 叫做五殿顶 五殿顶呢 这种屋顶出现的非常早 可以说呢 从商周时期就开始出现 然后呢 在汉代的这个画像石和名气中呢 五殿顶开始大量的使用 我们讲五殿顶的特色呢 就是说 它有五条脊 四个屋面 五条脊分别是哪五条脊呢 我们从这个俯视图上来看 正面的这一条 就是跟我鼠标所走的 这一条 是它的正脊 这个在 基本上中国所有的这个 从两坡顶演变而来的这样屋顶呢 中呢 都可以 见到正脊 这样一个概念 除了一些传间的 就是传成一个点的 是 是没有这个 正脊的 然后呢 它四面垂下来的这四条呢 叫四个垂脊 然后呢 正脊和四个垂脊构成了五个脊 所以说呢 五殿顶这样一个形式呢 也被叫做五脊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四条垂脊和这个正脊呢 把这个屋顶分成了四个屋面 这四个屋面呢 很形象啊 前后左右 四片 这四片呢 也是五殿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所以说呢 我们也管它叫四额殿 或者四柱殿 都是五殿顶的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这里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这样四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呢 是中国现存木构中最久远的一座五殿顶建筑 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四东大殿 这是唐代留存下来唯一座五殿顶的建筑 为了让大家看清五殿顶的这样一个制式嘛 所以我选择它一个 类似于俯视图这样一个角度 后面这个殿我们会反复提及 经常讲到 所以这里我不再拆开讲 下面这个殿呢 是万荣祭王庙的大殿 也在山西省 这座大殿是宋代留下的唯一座五殿顶的大殿 可以说呢五殿顶在唐宋都是唯一的 那唐代呢 可以理解 因为留下来一共只有三 三座这个完整的木构建筑 所以说其中有一座五殿顶还是可以理解的 宋代呢 大概留下来五到六十座这个木构建筑 但是只留下来个这样一座五殿顶的建筑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宋人偏爱歇山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呢 宋代的这个遗存呢 大部分是歇山顶的 只有这一处是五殿顶的 万荣祭王庙的大殿 而且后期还进行了很多修缮 所以说呢 可以说宋代的五殿顶的这个实力非常的少 第三座呢 是北越庙的德宁之殿 这个北越啊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这个三西浑园的恒山 但实际上呢 历史上北越呢 在河北的这个曲阳 在这个石家庄靠北一点 在太行山上 这个北越庙呢 是一座元代的建筑 是元代的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 这座建筑呢 就可以给大家很好解释什么叫做重演啊 这个建筑就是一个重演五殿顶 可以看到呢 它上面是有一层五殿顶的屋面 下面呢 又加了一圈附接 上下两层呢 构成这样一个重演五殿顶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呢 也是元代五殿顶的一个代表座 最下面这个大家肯定也非常熟悉了 北京故宫的太和殿 这个太和殿呢 应该是建成于清代的 现存的太和殿 比最初的时候 这个明代的这个建筑呢 要小上了很多 但依然呢 是现存中国古代建筑中最为巨大的一座 这四座呢 都是五殿顶 然后后面呢 这张PP呢 我主要想讲一个五殿顶中的一个特色做法 叫做推山法 要讲推山法呢 首先我要讲一下山面是什么 就是说呢 这个屋顶啊 我刚刚讲五殿顶是有四个屋面的 正反两个屋面呢 都是它的主面 就是正立面 而侧面的这两个面呢 就是按我鼠标所看的这样一个 侧面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山面 在五殿顶中呢 会有推山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推山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是来源于这个明清时候的 就是说在明清时候才开始兴起推山 在之前的时候呢 虽然也有推山的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聊宋时候呢 经常把推山这个说法呢 叫做增出 而且呢 在这个古代建筑中呢 非常少见 很少有增出的实力 但是到明清时候呢 推山法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实用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几个建筑呢 我选了一些这个明拜的建筑 还有这个大同善化寺 是一个辽经时期的建筑 我选的这几个建筑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使用推山的 没有使用推山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样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这个垂脊啊 它特别的平缓 它使这个建筑的正脊呢 显得很短 尤其是这个红铜广盛寺 这个天中天殿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正脊呢 基本上就处于一个 接近于消失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它如果要是说 这个垂脊继续往中部靠动的话 说不定会形成一个 类似于船尖顶的这样一个顶势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大同山化寺的山门 三圣殿大雄宝殿 这三个殿呢 前两座是金代的建筑 最后一座是辽代建筑 这三座建筑呢 全部都没有使用推山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前两座建筑呢 它的这个垂脊呢 是呈曲线的 最后一座建筑呢 垂脊是这个平直的 所以说呢 我们所判断推山的不能通过这个垂脊 是否成曲线来判断 是否使用了推山 而应该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应该通过我们之前看到的 这个故宫太和殿 这样一个建筑来判断 可以看故宫太和殿 跟其他几个建筑比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推山啊 推山它的这个直观的反应 就是这个正脊非常的长 你看故宫太和殿的这样一个建筑 它的正脊呢 非常的长 显得整个建筑呢 非常的舒缓 非常的有气势 而其他的几个唐宋时期的建筑呢 没有使用推山 就会显得正脊呢 略微有一点拘促 所以说呢 我这里引用一个这个梁思成先生 他写中国古建筑史的时候 所画一张图来解释什么 是推山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山面 如果要没有是推山的话 应该是像下面这个 这个虚线一样 它的这个 这个垂脊和正脊的这个 这个交错点呢 应该更为的接近 但是如果要使用推山呢 它会把这个垂脊和正脊的这个交错点呢 向外 往外推出一部分的距离 这样呢 它会使得这个 污面的坡度呢 就是尤其是侧面的坡度呢 更大 更有利于排水 而且呢 它会使这个交接点 因为在这个垂脊和正脊交接点的这个位置 它的做法会非常复杂 如果要是它落在这个更靠中心的地方呢 它的梁架结构 它的稳定性都会比较差 因为它内部做法会偏向复杂 但是它如果要把它推山推出去 推到这个比较靠外的地方呢 它的这个做法就会相对的简单 就会使这个五殿顶的这样一个工程量啊 都减少 我们所看到 我选的这几张呢 都是 尤其是这三座 这个玉县林延四大殿和长林的这个林恩殿 都是明清时候 未使用推山的 其实这种做法比较少 比如说像 这个 这个 北京太庙的这个几门 也是明白未用推山的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明清官式建筑 就是北京的这个 只要是它用五殿顶 它大部分都是使用了推山这样一个技法 好 推山这个技法要是有什么不太理解 可以下面再去查一下 因为从这个外观上来看 确实不是说很 很好一眼就分出来哪个使用推山 哪儿没有使用推山 但是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建筑时代来 区别建筑是否使用推山 好 我们下面介绍第二种顶室 第二种顶室叫做歇山顶 我刚刚可能提到了 在我说宋代这个万荣七王庙大殿的时候 我说宋人喜爱歇山 那么我们这里呢 歇山顶就举了一个宋代的例子 这个宋代的例子呢 也是宋代最经典的一处建筑 叫做靖祠圣母殿 在山西省的靖园线 这个歇山顶呢 它也叫九级顶 跟我们刚刚的这个五殿顶是不一样的 五殿顶呢叫五级顶 歇山顶叫九级顶 这哪一九条级呢 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正面的这一条叫正级 正级还是一模一样的 连接正级的这样垂直下来的 前后两边哦 注意后面也有 前后两边的四条呢 是四个垂级 这样四个垂级加一个正级 也是有五条级 那么我们说九级还有四条级是什么呢 还有四条级呢 就是在歇山建筑中啊 从垂级下方 尤其是这个薄峰板这个地方 开始一直到这个套售 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往外延伸的 像是一个腹阶一样的 这样一个垂呢 叫做呛戟 这个呛戟呢 会有很多这个装饰建筑 它跟这个五殿顶中的垂戟 实际上是对应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这样的我们不看下面的这个重演 不看这个腹阶部分 只看上面这一部分 就是一个完整的歇山顶 大概呢是由九条级来组成 一条正级 四条垂级 四条呛级 好 那么我们看的这是一个正立面图 我们后面来分析一下这个 这个从侧面来看 这个建筑呢 是这个 也是宋经时期的一个建筑 这是近东南的最大的一座 金带的大殿建筑 叫做西上坊 成汤庙大殿 这座建筑呢 至今仍然是一个神宝 没有升国宝 非常的令人匪夷 但是这座建筑呢 非常的书港 非常漂亮 五开间的这样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看 是从正面来看 我们现在从侧面来看 这个歇山顶呢 它在这个两个垂脊 所交叠的这个部分呢 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就是歇山顶 山面 一般的时候呢 这个在宋经时候的这个山面 它会是一个镂空的 到明清时候 这个山面呢会包一山花 就是不镂空了 把它整个包起来 包在外面 然后呢 像我鼠标所指的 这些地方呢 就是它的呛脊 也是这个 这个往外的一个 类似于腹接的这样一个部分 而这边的这个呢 是河北省定心的慈云阁 这个慈云阁呢 是一座 非常精巧 非常漂亮的 这样一个元代的楼阁建筑 就是 这里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楼阁建筑中啊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这个 这个多层楼阁建筑中 基本上是以两种顶式 占统治地位的 要么它是歇山顶 要么它是传间顶 很少会看到这个武殿顶的楼阁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玄山顶 印山顶的楼阁 当然这个也不是很绝对啊 只是说大部分是以这个 街山顶为主 尤其是这个元代的这个 小的这个两层楼阁 还是非常精巧可爱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顶式 这种顶式呢 叫做 玄山顶 玄山顶呢 是一个 从这个 原始社会 到这个明代之间啊 都是中国古代 最为常见 最为多用的 这个顶式 玄山顶的特点呢 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歇山五殿不一样 玄山顶呢 它只有两个屋面 就是前后两个屋面 所以说呢 它也叫 它也是一种两坡顶 就是只有前后两个坡面 玄山顶呢 也是有五条脊 跟着我的鼠标走 正面一条正脊 从正脊垂下的四条呢 是四条垂脊 所以说呢 也是有五条脊 玄山顶呢 它的这个屋顶呢 在它的这个山墙处 就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是它的山墙处 要伸出墙头 就是可以看到 玄山顶呢 它不是说 包在墙头里 而是它伸出墙头的一部分 形成呢 两边的出岩 就是它的这个岩呢 要出过这个山墙 这样的一个顶呢 就被称作玄山顶 我们这里所举的例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左下角 这个是孝唐山的郭氏木瓷 孝唐山的郭氏木瓷呢 它是现存的这个地面上的 最古老的乌式建筑 这是东汉时期的一个 一个这个石屋的 这样一个实地 当然呢 也是现存最早一个玄山顶实地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祠堂 和这个民居建筑中 尤其是汉代 或者更早期的 玄山顶呢 基本上是占了统治地位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看第二个 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建筑 叫龙门寺西配殿 这个龙门寺西配殿呢 是现存最早的 木构的玄山顶的实地 在山西省的这个平顺县 大概是五代时期的 当然也是现存五代时期 最早的一个殿与建筑 非常的存古 非常的古岗 可以看到 就是早期的这个 玄山顶的这个木构的 营造方法 然后呢 右上角的呢 是一个宋经时候的 定香洪福寺的匹渡殿 这个匹渡殿呢 是一个大雄宝殿啊 就是寺院的大殿 所以说可以看到呢 玄山顶虽然它在 制式上比这个五殿和歇山 要低一些 但是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寺院的大雄宝殿 来存在的 而且玄山顶的大雄宝殿呢 实际上并不少见 当然还有这个中国最大的配件 我们刚刚说的山西舞台到这个 佛光寺的文书殿 它也是玄山顶的建筑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个 这个几个比较大的屋顶制式中的最后一个 硬山顶 硬山顶跟玄山顶呢 基本上一样 也是一条正极 四条垂极 前后两坡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基本上呢 你不仔细看呢 很难看出它跟玄山顶的区别 但实际上呢 硬山顶和玄山顶主要区别在于这个 屋顶呢 在这个山墙处是否出头 就如果要是说 它的这个山墙处 如果墙头和屋顶呢 是平直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硬山顶 然后我选 我所选的这张图呢 它实际上是这个清代的孤苏繁华圈图 这个图呢 是这个 新人描绘的 仿清明上河图一个图 可以看到这个图底呢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屋顶全部都是硬山顶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这个硬山这个屋顶 在明清之后出现啊 玄山这个屋顶基本上出现在明代之前呢 就是不是基本上出现在明代之前 在明代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玄山顶 在明代之后呢 就是玄山和硬山相互组合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呢 是因为明代的时候这个砖构技术啊 它大量的引入到了这个民居啊和一些建筑中 只得呢这个这个屋顶呢 对于侧面山墙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功效呢 慢慢慢慢慢慢消失了 所以说呢这个屋顶不在这个山墙两面出头 为什么早期的屋顶需要保护山墙呢 这很简单嘛 因为早期的屋顶多是夯土所住 所以说它没有巨大的出岩和两面这个出条的这个玄山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屋顶呢 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雨雪的这样一个侵扰 使得这个四面的这个墙呢 很容易松动不结实 在后面这个砖构普遍采用了之后呢 这个玄山的这个制式呢 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这个装饰来产生的 好我们再往后看 后面我们所讲的这个船尖顶 船尖顶呢也非常常见 但是呢它大部分是在这个寺院啊 或者说是啊庙阁啊 这样一种建筑中使用 我这里选的这两张呢都是圆形船尖顶的 左边这个呢是承德普遍寺的这个这个旭光阁 这个呢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小的天台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坛城 是承德外八庙之一 右边这个呢是北京的大高悬殿的前缘阁 这个阁楼呢上面是蓝色 下面是黄色的 上面是圆形的 下面是四角的 都是两边呢都是船尖顶 可以看到这个大高悬殿前缘阁呢 它体现一种天缘地方思想 上面呢是蓝色青色的代表青天 下面呢是方形的是黄色代表土地 营造这个建筑时期呢 大概也是在重庆道教的这个明嘉靖时期左右 营造这样一座建筑 可以看到呢 船尖顶呢 它很多时候 它承载了中国古代一种哲学思想 所以说你看天坛 它为了礼天 它就做成圆形的 这个前缘阁的上层 它为了代表天 它也做成一个圆形船尖顶的 然后呢除了圆形船尖顶呢 其实也有这个多边形的船尖顶 这种船尖顶呢实际上还很多 而且它的制式都不低 比如说明清皇宫都有船尖顶 北京故宫的中和殿 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角船尖顶的建筑 沈阳故宫大正殿呢 作为沈阳故宫最为主要 等级最高的一个建筑呢 它是一个重庵八角船尖顶的建筑 而且呢除了这个 在这个制式非常高的皇宫之中 会有这个船尖顶建筑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藏传佛教 在这个民间道教的这个楼阁 包括很多很多的清真寺院 包括这个角楼公共建筑中 都有大量的船尖顶建筑的存在 比如说像我们看这个 右上角这个云南省迷渡泳增龙王庙玉皇阁 它就是一个六角船尖顶的这样一个建筑 那下面呢同位这个承德到普陀宗城之庙 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布达达宫 它里面也大量的使用了船尖顶的元素 而这个左下角呢我选人是一个两周古楼 是一个圆形船尖接这个六角 船尖的这样一个实地 在古代城市这个公共建筑 船尖顶也是经常使用的 当然我们说不只有多边形和圆形 还有这个星形的 我们所看到这个墨高窟九层楼的 这个民国窟岩的最上一层呢 就是一个八角星形的船尖底 这样一个建筑非常的有特色 这也是西北的地区的一个做法 但是它这个瓦座铺的确实是很难以理解 不知道是怎样铺就的这个瓦座 然后呢我刚刚说到在清真寺中 经常常见这个残尖顶建筑 还有这个亭子 基本上所有的亭子 基本上都是残尖顶建筑 比如说像这个天坛的双环亭 还有这个很有名的西洋化觉像大清真寺的一帧亭 都是船尖顶的建筑 还有呢这个类似阁楼的建筑也会常使用船尖顶 比如说这个桂阳文昌阁 但我为什么要选桂阳文昌阁呢 因为桂阳文昌阁有一个特点 它不是八角船尖顶 它是九角船尖顶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建筑中 多角形的这个船尖顶 从三角船尖 四角船尖一直到九角十角 都是存在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例子 它 它都不稀罕 都有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锦宁东纳寺这个望月楼呢 我为什么在众多清真寺 船尖顶建筑中选择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船尖顶的望月楼呢 因为这个 船尖顶呢 它也很有特色 它的这个每一面不一样 它相当于是压扁的 一个船尖顶 就是说 它的这个上面这个六边形呢 它不是一个正六边形 它是一个被压扁的六边形 所以说呢 这个建筑 看起来也非常的奇怪 嗯 是一个三重岩的一个船尖顶 当然清真寺大部分的望月楼啊 都会采用船尖顶这样一个制式 后面我们会介绍到 嗯 再然后呢 我们要来 呃 聊一聊 一些比较奇特的屋顶制式的 比如说像这个鹿顶 鹿顶这个制式呢 在中国古代啊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罕见 以至于呢 找遍现存的这个古建筑中呢 鹿顶建筑 找不到太多 当然呢 也有很有名的这个建筑 就比如说这个故宫的清安殿 这个建筑呢 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一个鹿顶建筑 这个鹿顶建筑呢 它有它的这个来源 就是有人说呢 它是从这个北方的这种平顶的这种建筑里 跟这个 跟这个附阶 所所共同产生这样一个顶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古建筑中很少用鹿顶 尤其是南方建筑基本上不出现鹿顶 因为鹿顶有一个天生烈士 就是它很难排水 它上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平的这个雾面呢 非常的容易造成这个古建筑屋顶积水 使这个古建筑漏雨啊不稳定啊 这都是一个这个很大问题 当然明清皇家建筑还有这个银台的这个祥短阁啊 它也是一个鹿顶建筑 现在呢 很难看到这样一个建筑 嗯 然后呢 当然了我们这边所看到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建筑呢 它也是一个鹿顶建筑 在当时选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的时候呢 有人就说要么改成崇岩歇山 要么改成这个这个人民英雄的这个浮雕像 但是最后所选的这样一个拍板的这样一个顶饰呢 是以一个鹿顶来来做的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中国古代这种石垢建筑 尤其是石碑石碑楼或者说是这样 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建筑板 它的顶呢 经常采用鹿顶 因为它的顶面非常小 不用特别在意这个海水的这个功效 而且鹿顶呢实际上也比较端庄 从下面来看 嗯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明代的一个故宫的一个画图 我们说可以看到现在故宫的五门 应该是也叫五份楼吧 以中间的一个五垫顶的一个垫 四面的四个四角船尖顶的亭格组成的这样一组建筑 但是可以看到在明代的时候呢 这个故宫五门的四角这四个船尖顶的亭子啊 它其实都是鹿顶的 而且鹿顶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巨大的宝珠 这也是一个比较冷的知识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这个五门的这个营造啊 它实际上是是使用了鹿顶这样一个元素的 说明在这个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非常高等级的建筑呢 它也是会使用鹿顶这样一个做法的 嗯 然后呢我们看鹿顶呢在如果要是它作为实际建筑来说的话呢 它在中国北方出现多一点 尤其像这个嗯 永昌中谷楼就是我现在PPT所展示的这个 左边的这样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在甘肃省的金昌市下面的永昌县 嗯 这个中谷楼呢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它鹿顶呢 它是整个是用琉璃封顶的 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颤 使得它这个鹿顶的这个这个成羽的这一面呢 会略显小了一些 就不会造成这个排水的问题 而且还做到了装饰效果 所以说呢在很多中谷楼中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鹿顶的一个形式 而右边这个呢是太妙的一个景庭 这个景庭这个呢它必然是鹿顶的 因为它中间呢要有一部分是镂空的 雨水呢就可以从这个镂空的这个 这个空面上的落下来 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的这个景庭建筑啊 都会是鹿顶的 会让这个天上所下的雨水呢 直接落到这个景庭中间的景庭 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巧妙 下面再来看盔顶 盔顶呢确实是一个很少见很少见的一个建筑 我们所看到左边这个呢是四川郎中的八八寺 这个建筑呢是一个很夸张的盔顶建筑 但是它后面改过 真正的早期的清真寺的盔顶建筑呢 是我现在所展示的这个青海的洪水泉的清真寺 它呢这个盔顶呢就不是特别夸张 那么我们看这个盔顶呢我们要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说中国古代建筑这个屋顶的这个曲面啊 尤其是垂脊的这个曲面呢 它基本上屋面都是内凹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内凹的 但是盔顶的它这个屋面呢 它是往外凸的 所以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带个一个头盔一样 这个屋顶的这个样式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屋顶呢叫做盔顶 我们可以看到啊 盔顶虽然说极其极其极其罕见 就很少见到这样的顶市 但是呢在中国很多很有名的建筑 比如说像岳阳楼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样一个岳阳楼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盔顶建筑 它的这个这个屋面呢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内凹的 它在有很大一部分 是往外凸鞘的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在中国古代大量的清真寺中 尤其是它的班克楼啊 幻月楼啊这样的一个建筑里面呢 它会很常使用盔顶 这跟中东地区的这个清真寺屋顶 会营造成类似于圆形的屋顶很像 因为圆形它本身就是一个外凸的这样一个屋顶曲面 它跟我们古代建筑中的这个内凹的这个屋顶曲面呢 它是相背的 所以说古代的这个清真寺营造中呢 会有很多盔顶的存在 而现存的这个大殿的这个盔顶的制式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呢 就是这个四川常宁的双和文庙 这个文庙呢 是我所知的唯一的一地这个盔顶的殿与建筑 确实是非常非常罕见 而这个常宁双和文庙呢 在08年文川地震中呢 也有寿司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盔顶建筑呢 实际上是修缮之后的 然后呢我们后面就来讲一些这个 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顶式 比如说十字歇山顶 十字歇山顶怎么定义呢 就是我们知道歇山顶吧 歇山顶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九几顶 九几殿 它是由两个山面 一圈 复阶和正反两个坡面 形成的这样一个顶 而十字歇山顶呢 就是把两个歇山顶成十字 部把它给交叠起来 这样一个顶式呢 就是十字歇山顶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字歇山顶呢 在这个中国北方地区啊 经常作为城市公共建筑中的中骨构啊 脚楼啊出现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PP左边所展示的 这样一个货州骨构 就是一个三重岩四出爆炸的 这样一个十字歇山顶的建筑 可以看到非常华丽非常非常复杂 然后呢 我们最经常说的就是到故宫都要看到这个故宫小楼 它其实也是一个三重岩四出爆炸 然后这样一个十字歇山顶建筑 就两个建筑 它在冥冥之中有些地方很很像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十字歇山顶这个建筑啊 它确实是经常用在这个这个楼阁之中 它的这个装饰效果非常的强 就会使得屋顶呢很绚丽很美能美奂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歇山顶 它其实不止可以实际说 它可以各种各样的出发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PET最左上角所展示这个正定关地庙 这个关地庙呢就是个钉子歇山顶 它实际上呢是歇山顶出了一个爆炸 这个爆炸跟这个歇山顶呢形成一个钉子形 那些往外出了 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在日本非常常见 因为日本建筑呢 它经常会出一根内似的这样一个爆炸 形成一个巨大符合屋顶 但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呢可能就比较少见 而这个正定关这个关地庙呢 它实际上是在正定阳和楼下一个古建筑 这个建筑呢之前已经被拆掉了 所以说很遗憾了已经看到了 但是在韩国还有跟这个建筑 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一个佛殿建筑 就是说从形式上啊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右边这个开封 这种田庆馆的这个玉皇阁 这个建筑呢 它是把这个歇山的这个山面 成这个八边形的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山面呢 作为它的这个楼阁的二层 做一个装饰在这个屋面上 可以看到这个叠叠 确实这个装饰效果非常好 这也是很多楼阁为什么要使用这个石子歇山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张呢 是两张老照片 这两张老照片呢 都是青春寺建筑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 这个呢是十字歇山接一个八角船间 形成一个很复杂的顶势 而且这个十字歇山呢 它十字歇山的很不明显 所以说呢就可以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屋顶啊 确实是各种各样的 这都有 然后呢这个这个右边 右下角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米子歇山顶的建筑 所以说我们说不只有十字歇山 有冰子歇山 还有米子歇山 还有六边形的歇山 比如说像我所要展示的这个明代的 安正文所画的这个黄鹤楼图 这个屋顶呢 它说是一个六边形的歇山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六角船间 它是个六角船间接这个六角歇山的这样一个建筑 所以说这个顶势呢 确实非常复杂 跟我们今天所看这个黄鹤楼呢 完全不一样 因为历史上黄鹤楼所修次数啊 太多了 没有一百次吧 几十次也是有的 所以说呢 我们所今天看到黄鹤楼都是80年代修的 这个是明代时候的一个黄鹤楼的样式 然后我们再看十字顶 我们说除了十字切山不能有十字别的 当然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看左下角这个 这个中卫的谷楼 这是我今年到宁夏所拍的 我之前一直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顶势啊 然后我这回到宁夏放一个无人机 我看一下 发现这个顶势呢 大概是一个十字舞殿 真的非常神奇啊 这是我所见到唯一一个十字舞殿顶的建筑 确实是很少见很少见很奇葩很奇葩的一个建筑 而且还是三重岩十字舞殿 某格 然后四角还有四个卷棚的建筑 这个卷棚呢我后面会介绍 然后大家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呢也是一幅古画 这个古画呢 所吸引我最大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个十字切山窥顶 因为它这个屋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曲面呢 它并不是一个内凹子 它是一个外凸的 所以说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建筑这个顶势这个元素啊 我们如果要把它限制成几种呢 确实是一种不太可取的做法 它其实是一个多种顶势相互杂揉 然后根据这个工匠的巧思 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我们后面来讲这个卷棚顶 就我刚刚所说所说这个中卫古老四角这个建筑 卷棚顶呢实际上它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把正极引去了 我们所讲的这个电宇 中国古代电宇呢 尤其是正规建筑呢 它必须要有正极 但是呢卷棚顶呢 它在这个青春寺中呢 它也可以作为这个这个正规建筑的一部分 它作为这个大殿的爆煞呢 它可以跟这个大殿相互勾连相互搭起来 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 因为青春寺嘛 它需要一个很大礼拜空间 但是如果要说你做一个电宇来完成它这么大礼拜空间呢 它确实是一个不太实际的 所以说在很多这个青春寺建筑中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卷棚顶和这个正规的顶是形成一个类似勾连搭的这样一个做法 当然呢卷棚顶最多还不是在青春寺中使用 主要是在私人园岭和民居中使用这个卷棚顶非常多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跟两个好朋友到北京的这个翠花街胡同 我还看到一个三个卷棚顶的一个勾连搭的民居 一个北京的老民居 所以说呢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啊 尤其是南方的园岭中啊 卷棚顶其实非常常见 但它不是一个什么很特殊的顶是 它只是把正极给引去了 然后呢后面我们准备谈一下 那我们所讲的这么多种建筑顶式 这种建筑的这个屋顶做法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中国古代建筑这个顶是它有等级之分的 我们到故宫经常会听导游说 第一位最高等级的是这个崇岩武殿顶 我们的太和殿就是皇宫的主殿和佛殿的最重要的一个 都会用崇岩武殿顶 因为崇岩武殿顶呢象征着这个权利 象征着这个尊贵 第二位呢崇岩歇山 第三位丹岩武殿 第四位丹岩歇山 第五位悬山 然后是硬山 最后卷棚 最后是这个残尖顶 是没有等级的 有没有到底呢 有没有到底 这个说法其实有一定道理的 但我可以明确指出有两点呢 第一点是在宋代以前 可以确定的说 中国古代建筑屋 从屋顶上来看哦 是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度的 第二个呢 在明清时候呢 没有相关的这个文字记载 或者说是这个成文规定 来规定这个中国古建筑屋顶呢 它有等级划分 我们所看到呢 基本上都是明清时候的寺院 和他的这个皇宫 这样一个建筑的布局 我们能看到大概是有这样一个等级划分的 那么这个划分从什么时候来的呢 有人说呢 这个明初时候的这个皇帝朱元璋呢 他可能对这个恢复古底呢 他有很强的偏好 他又这个强调秩序 想要复古汉唐 所以说呢 他就把这个五殿顶呢 作为这个第一等级 最高等级的 所以说呢 后面可能也就沿用下来了 当然这个说法呢 也不存在考证 但是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在明清时候 最重要的这个寺院 和这个这个建筑的这个主体 基本上都会用五殿顶 这样一个建筑 当然了 在宋代的时候 五殿跟歇山谁等级高 是很难说的 因为歇山这种建筑 我们后面会说 歇山这种建筑 可能起源于南方 而且宋代人呢 喜欢用歇山 而五殿这个建筑顶 可能起源于北方 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呢 他就很喜欢用五殿顶 当然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从这个 历代原流里面来讲 这个五殿和歇山的 早期的这个起源 我们这里就不做展开 后面呢 我们想来谈一下 关于重岩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殿余里面重岩五殿的等级 就要大于重岩歇山 然后大于单岩五殿 大于单岩歇山 那是不是重岩就要等级高呢 当然这是仅限于一重和两重岩啊 就是重岩和单岩 这样一个说法 如果要是重岩的数目比较多呢 就没有这种说法 而且在中国古代 某格呢 中的经常会采用重岩 我们如果要说是重岩呢 就比如说像 像我以这个右边这个山西城之地 一本五分楼来举例啊 我们一般不说它是五重岩歇山点 我们经常会说它是重岩五滴水歇山顶 某格建筑 就是说呢 在某格中啊 如果要它说是几重岩 我们经常用几滴水 比如说像 重岩四滴水 重岩三滴水 这样的 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呢 像左边这个呢 是罗江的魁心阁 也不好统计它是几重岩啊 反正比较魔幻的一个 这个四川魁阁建筑 在这个四川的魁阁建筑 还是挺多的 就类似于这种的 然后呢 重岩建筑可以有多少重岩呢 这个还要看这个 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了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中州的这个 石宝寨 就是在长江三峡上 一座非常漂亮的古建筑 由于三峡蓄水呢 现在这个建筑呢 被一个这个文案给 满起来了 要不然这个建筑呢 就会沉到湖里 所以说呢 这个石宝寨呢 也有万里长江第一盆景之城 这个建筑呢 是一个典型的伊牙建筑 伊牙部分呢 是九重岩 在伊牙之上呢 又是三重岩 所以说整体是一个十二重岩的建筑 而右边呢 这个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筑 就是三江独栋站 这样一个建筑 在这个 宗族建筑中的古楼呀 会使用非常多重岩 所以说呢 这个重岩越多 不代表等级支持越多 它只是跟这个建筑本身的 这样一个 一个需求相关的 就比如说伊牙建筑 嗯 这个 这个石宝寨呢 是个十二重岩 我们之前所说到 墨高窟九层楼呢 是一个九重岩 就是石窟的窟岩 那四石窟窟岩呢 还有这个 铜南的这个大佛寺 和这个 江津石门大佛寺的这个窟岩呢 都是七重岩的 这样一个窟岩 呃 云港石窟呢 可能是四重岩的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窟岩呢 会经常使用这样一个 重岩的建筑 嗯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些 比较奇特的建筑 比如说像右手边 这个 呃 四川成都清真寺 这个成都清真寺 这个做法呢 是在中国古建筑中 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 这个建筑呢 实际上 在外国理解我们 中国古代建筑中呢 其实还是比较常用的 他们修唐人街啊 或者说是类似于这种 中国风建筑啊 经常会做这样一个建筑 但实际上 这种复合鼎式啊 在中国古建筑中 很少见 而这种复合鼎式 在哪里比较常见呢 在日本的城堡的 这个天守建筑中 复合鼎式 大型的复合鼎式 还是比较多见的 所以说这个成都清真寺呢 它大概是两个歇山顶 在下面 连接起来了 嗯 这个建筑呢 比较比较罕见一些 嗯 然后再看这个 嗯 左手边这边所显示的 这个定州贡院 定州贡院 这个建筑呢 你也很难说 它一个什么鼎式的 嗯 反正 比较复杂 当然贡院这种建筑呢 它也是一种很 特色的建筑 因为似于考虎 所以说呢 它不是说像民居啊 寺院啊 这种有规制可学 所以说它给这个工匠 所留下来的创造空间呢 就会略微多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哦 这个是黄鹤楼旧影 大概晚清时候 黄鹤楼旧影 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建筑 真的是巧思非常多 你很难说它一个什么样的敌视 确实是很复杂 然后呢 右边呢这个是这个05高庙的旧影 是位于宁夏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高庙中间的这个建筑 它是一个符合顶制的 它一个卷棚顶接四角船间 接一个类似路顶一样 这样一个顶制 所以说可以看到 只要有工匠存在的地方 我们这个顶制 它并不是一种确定的不变的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稀奇古怪的 都是有的 然后再来看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建筑呢 这个建筑是这个平罗的玉皇阁 这个建筑呢 实际上也是位于宁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它有一个特点 尤其是它后面这个 这个玉皇阁的这个阁殿 它其实是个四角船间接路顶接四角船间的 这两个建筑 这个建筑顶饰呢 也是全国唯一的 非常罕见 很奇特的一个建筑 然后呢 后面我们再来看 这个可能就 这个可能就是最复杂的了 自贡西勤会馆的大门 我昨天发微博还讲到了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 我们就看它主 最主 主要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雾面 这一部分吧 正面是一个歇山顶 反面是个六角船间顶 然后呢工匠就把这两个顶呢 很巧妙的结合成了一点 所以说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建筑啊 真的是各种各样无其不由 只要是这个工匠能做到的 它都是有的 所以说想用几个制式 把这个古代建筑屋顶给框定起来 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后面我们来讲大型符合屋顶 这里主要讲的是这个高峰山古建筑群 这是一个四川的道观的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非常少见啊 也叫川州迷宫 它是把整个道观的这个古建筑 全部都融合到了一个建筑里面 所以说呢这个建筑非常的罕见 我13年的时候呢 路过这个摄洪县和这个彭西县的时候呢 没有来这个高峰山 后面这个建筑呢 很大一部分就过火了 就是被烧毁了 现在复建了一部分 但是还挺可惜的 当然应该来看看这个高峰山古建筑 像这边呢就是 就是这个圆明圆中的建筑 或者是一些寺庙 比如我现在展示的就是 晚清时候苏州的一个监狱 可以看到这个大型复合顶建筑啊 它大部分是跟这个建筑功能 诉求是相关联的 比如说像 右下角这样一个寺院建筑 那很多时候这种复合顶的 都做500多汉塘来使用 作为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雕塑群的 这样一个建筑 下面我们开始来讲第二部分 千古源流早期屋顶的演变 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讲 从这个原始社会时期到这个夏商周 到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唐宋辽金时期的这样一个 屋顶的演变的过程 我选的这个封面呢 是宜德太子墓的雀楼仪仗图 这个图呢在唐壁画墓里面非常的出名 然后呢它是一个唐代的三出雀的 这样一个雀楼建筑 很容易呢让人联想到 九天昌鹤开宫殿 万国衣裳拜免流 这样的圣唐气象 也能代表唐代的屋顶的一个大观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仙秦建筑 由于仙秦建筑呢遗存非常的少 我们怎么才能看到这个仙秦建筑呢 我们肯定不能从这个地表遗存 尤其是屋顶呢 还是很脆弱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想要找到仙秦建筑屋顶是怎么样呢 我们只能从这个甲骨纹来考虑 当然呢我这里选择的 左边这一列是甲骨文 右边是维斯金文 这样一个顺序吧 大家可以猜一猜哦 甲骨文和金文都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嗯 好我现在公布一下答案哦 最上面的这个呢是甲骨文的高字 这个高字呢在清代的这个解字中呢 经常会把它解释以楼台层叠之形 就是像一个高楼一样上下两层 下面呢有户友上面有户友非常形象 啊 第二个呢就是京城的京 北京的京 嗯 看起来呢非常像这个城墙的一个角楼 上面呢有一个尖尖的顶和这个 呃 这个城楼下面呢是城墙 这个呢也非常像这个古城一样的感觉 嗯 最下面这个字呢是想字 享受的想 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啊 这个想字呢 最早它其实最像一个屋子 其实呢想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呢 就是庙中的大屋 所以我们经常看古代电视剧呢 还能会听到类似于啊 配想太庙或者说是南方的宗词呢 还经常会有想堂这样一个说法 想呢后来这个口字呢 衍生成了紫字 变成了紫字 就和我们今天所书写的这个想字呢 就比较像了 早期的时候呢下面是古建筑一个台积 然后呢我们从刚刚这个甲骨文中啊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古代建筑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两坡顶的 当然了它这个文字也不可能很复杂 表示地面 但是说呢两坡顶这种做法呢 确实是古代建筑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 与之相不同的早期的这个顶式呢 其实还有圆顶和平顶 圆顶呢可能在我国古代的这个实地中呢 比较少见到 但是这个平顶呢其实还有的 比如说像辽宁银口盖州的石棚山石棚 就是一个早期的平顶建筑 当然这也是在北方嘛 在南方可能早期的平顶建筑少一些 因为毕竟不太利于排水啊这些方面 然后呢我们后面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先秦时候的建筑 这个最早时候呢是我们建筑呢在先秦在这个下代或者说是在新石器时候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茅次土街的这样一个建筑阶段 就是说呢它是用茅草来铺顶的 然后呢一直发展到商周时候呢 比如说像杨洪勋先生复原的这个这个演示啊里头 还有后面的殷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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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羽呢 它都会复原成类似于一个这个 四颗虫屋就是一个虫岩五垫顶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记载呢是来源于考工计 当然呢四颗虫屋具体表示什么 我们这里不做展开讨论 大概呢就是说在商周时期呢 我们就出现了面似于早期五垫顶的 这样一个四坡屋盖的这样一个屋顶 这个早期五垫顶呢 当然也是有实地论证的 比如说像殷须富豪墓的这个晚商时期的方移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器物仿这个五垫顶的 这样一个建筑 然后呢我们看周代时候的建筑 周代时候的建筑以这个齐山的凤厨啊 还有浮风的昭臣的这个遗址为主来讲吧 这个时候呢在遗址里已经出土了一些板瓦 铜瓦瓦当还带有瓦钉和瓦环 我们所来看前面这几个都是板瓦 后面这种半圆形的比较高的这些就是铜瓦 瓦钉呢就是凸出来的这个小痘痘 瓦环呢就是说这个瓦上的这个环 瓦钉和瓦环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起到固定这个瓦座 使它不至于从屋顶脱落 当然我们预测呢这个周朝时候的这个这个屋顶的这个瓦座呢 多数都是用于这个屋脊和这个屋脊出交汇的这个沟 天沟部分使用这个这个瓦座 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防水增加建筑使用寿命 然后还能增添一部分这个表现力 当然我所理解的可能这个周朝时候的这个瓦屋做法呢 就是早期减编的一个做法 当然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讲 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殷须的宫殿的一个复原图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四屋宠恶重延五垫顶 战国时候呢我选一些器物来讲 首先呢是战国同一台械建筑 在战国时候呢我们的宫殿发展出一个形式 叫做高台械美宫式这样一个做法 就是说先会用夯土住一个很高的台 然后在上面修造宫殿 这个时候呢 这种台式宫殿呢其实一直延续到非常久远 以至于我们现在去这个 明清故宫的这个这个太和殿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很高的三层的 这样一个台积上面立一个大殿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台械建筑呢 也是可以表现这个战国时候最高等级的这样一个建筑 我们从这个建筑呢可以看到 可能看的不是很轻 在我的鼠标处呢 就已经有原始的几叉 齿尾和鸟兽的装饰了 再看后面这个呢也是战国时候 南方越国土土的一个战国积月桐屋 里面呢是一些积月 上面呢是一个早期的四脚船尖顶 一个建筑 在往上呢是一个鸟 这个鸟呢应该是一只鸟鸟 是作为图腾崇拜出现的 可以看到四脚船尖顶呢这个做法呢 也很早就有至少是在战国时候已经比较普遍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陶楼 在这个两汉之交啊就是西汉东汉之交 重楼建筑呢开始大量的流行 主要呢都是一些出土的名气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重楼建筑的特点啊 首先单从屋顶来看哦 这个汉代陶楼汉代建筑呢 它的屋面特别的平缓 比如说我们看它的这个雀楼和这个 踢岩都非常非常的平缓 第二点呢它的岩口非常的平直 没有起窍 嗯 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这些陶楼 比如说像这张来自河南博物院 这些都是来自国博的 国家博物馆的 嗯 然后呢 嗯 再来总结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呢 这些陶楼呢 它如果要使用五垫底 它大部分都是短基底 嗯 尤其是这个 这个多层的万楼和 角楼雀楼上 经常会出现这种短基底 这种短基底有多短呢 我们以中间这个陶楼为例 它的这个正极呢 已经短到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济 近似于一个船尖顶 这样一个 嗯 这么短的一个短基 这也是呢 汉代陶楼的一个特点 它的正极非常的短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汉代陶楼上面 常以鸟兽来装饰 嗯 这个呢 我们从后面的这个装饰 还会再谈 嗯 大家可以以后面注意一下啊 汉代的这个 陶楼上面经常会装饰鸟兽 然后最右手边呢 这个是高唐汉木陶楼 这个陶楼呢 就已经有正极和垂极部分的装饰 啊 正极和垂极呢 就已经开始出现弯曲的这个装饰呢 这可能和后面的这个 池尾和这个 脊兽的这个产生是相关的 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些汉代建筑的实例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中间下方 叫唐山郭氏石祠 这个建筑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在讲这个 全山顶的时候 讲过这个建筑 它呢 是最咋的全山顶实例 也是最咋的地上房屋形式的实例 全山顶呢 是汉代最常用的屋顶形式 它呢 正极升起 这条垂极 这个建筑呢 大概是 汉 张帝和汉河帝时期的一个建筑 它呢 是作为一个汉代建筑的实例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的是 这三个雀 现在的汉雀遗存呢 可能有 几十处汉雀遗存 大部分在四川地区 所以我们选的这三个 汉雀呢 全部是来自 嗯 四川重庆 地区的 嗯 最 左边这个 是平阳辅军雀 嗯 这个雀楼 在四川绵阳博物馆的门口 中间上方 这个高仪雀 在四川雅 这个边呢 这个 是 乌羊雀 这个雀出土于2001年 在重庆中县出土 啊 大概是汉末到魏晋时期的 为什么我要选三个南方的雀 来讲呢 因为南方的雀有一个特点啊 南方的雀呢 它多使用两坡顶 或者叫做 跌落顶 两段式屋顶 什么叫两坡顶 跌落顶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屋顶上面啊 像还放了一个小屋顶 嗯 比如说你看 这个 高仪雀 也比较明显 一个小屋顶 下面一个大屋顶 这种两坡顶的形式 这种两坡顶的形式 在中国南方比较常见 在北方比较罕见 主要是两个地方的名气和这个建筑实物 出土了很多两坡顶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四川 但是广州和四川的两坡顶呢 它是相互之间不同的 广州的两坡顶呢 是单侧无言加辟言 它的这个形式和四川完全不同 四川呢 是一种比较纯正的两坡顶 这种两坡顶呢 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而古建筑学家呢 历来也对这个两坡顶讨论比较深 比如说像杨洪勋先生 就是之前我们讲复原 二里头的这位这个古建筑太陡 他讲的这个两坡顶 它主要是为了加大建筑使用空间 它呢很有可能下面这个坡呢 后面变成所谓的复阶 就是我们之前讲圣母殿 它是崇岩歇山顶 崇岩下面那崇岩呢 就是一个复阶 他讲呢 这个两坡顶下面这一部分 它后续就演变成复阶 所以说两坡顶呢 它可能是崇岩五殿顶的一个起源 但是杨昌明先生呢 他认为这种的两坡顶的盖石屋顶啊 它实际上只有一个作用 它就是为了扩大空间 因为现在呢 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建筑呢 还能看到这种类似的两坡顶 它为了调节这个雾面的曲线 使使用空间更大 使这个出岩呢更加防雨遮阳 这些原因呢 他采用了这样的两坡顶 他跟这个杨昌明先生呢 认为和这个崇岩五殿顶 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 我们再来说王鲁明先生的观点啊 他认为他从结构上分析 认为这个两坡顶呢 是这个内部结构有一种结构叫做插手结构 他认为是大插手所产生的必然 它是一种顺其自然情比之中产生的 所以说从结构上来说呢 我也比较认同 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考证 所以我们后面就来看这个 一些名气中出土的两坡顶 比如说像左边这个 木满山崖木的这个出土名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土名气 非常的清楚 和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乌羊雀一样 顶部的细节啊 包括每一个瓦当啊 包括屋脊的这个细节啊 都特别的清楚 这个名气呢 可以看到他跟刚刚的这个两坡顶不一样 但他跟乌羊雀非常像 这个名气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悬山顶 外面加了一层 一二层的腹接这样一个坡 这个呢就非常的奇特 很多专家呢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是早期歇山顶的一个实例 就是悬山顶加腹接形成歇山顶 这个说法呢我是比较赞同的 只是说后来在这个建筑技巧更加成熟了之后 会把两坡顶呢相互融合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雾面 就成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成熟的斜山顶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木马山 衙木的这个出土名气的细节 可以看到啊 这个正脊和这个锤脊枪脊的这个装饰 他基本上都使用这个板瓦叠住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会把很多板瓦叠起来 把它加厚 然后使它立于这个正脊之上 然后正脊两端和这个枪脊的末端呢都会有起窍 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汉代的这个已经出现了颜口起窍和污面凹去 这也可以从这个右下角 木马山的这个衙木出土名气上来看到一些端倪 然后呢我们讲汉代建筑装饰 汉代建筑的装饰呢多数是朴实无环 形象重准的 但有些正脊和垂脊呢会在端部出现一些窍起 比如说像孝唐山的郭氏木石瓷 还有这个汉代屋顶盛行的这个凤鸟装饰 我们刚刚说到了汉代屋顶盛行凤鸟装饰 比如说像左上角这个图就是一排鸟兽 包括左下角的也是鸟 为什么会用鸟装饰呢 很多人说可能是跟楚人的这个信仰有关 鸟呢一种祥锐之兽 它是吉祥的寓意 再看这个汉代的瓦当 我们经常说秦装汉瓦 汉代的瓦当非常的有名 因为汉代的瓦当呢有很多装饰 秦汉时期呢半圆形的这个铜瓦呢 在末端逐渐变为圆形 而且呢会产生一些几何装饰 动物装饰或者神兽吉祥语 我这里展示的这两个瓦当呢 都是吉祥语装饰 比如说像左边这个叫汉病天下 右边这个叫禅鱼天祥 右边这个就比较适合禅鱼和亲的意思 都是国伯很有名的瓦当 再往后呢到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呢主要是我们建筑受这个佛教影响 然后呢从汉代的建筑中的这种端岩雄墙的这样一个建筑呢 逐渐变得活泼灵动 屋面呢也逐渐逐渐变得凹去 屋檐呢慢慢慢慢起窍起来 所以呢我们题目所讲的中国古建筑的如灰似飞的这样一种建筑形态呢 主要就是奠定于南北朝时期 比如说像云港石窟 第九窟的窟岩 有很强的印度风格 这就是南北朝传来的中外建筑交融的这样一种体现 再比如像龙门 龙门石窟的这个窟岩 也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明显的齿尾 齿尾我们后面会仔细讲 还有正极上方会立一个类似于人手鸟的这样一个形象 我们在国伯的邓县南朝画像木砖中有这样的类似形象 叫做千岁之鸟万岁之寝 就是千秋万岁这样的一个名字 当然也有可能是佛教中的产物 类似于嘉林平家或者锦纳鲁这样的一个意象 好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齿尾 左边的这个呢 是龙门石窟北魏唐自洞窟岩的齿尾 右边这个呢 是麦基山西魏四十三窟的齿尾意象 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源自于板瓦叶柱所形成的 也叫板瓦叠井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南北朝生的名气 左边呢这个是波士顿博物馆所藏的北朝玄山顶名气 这个呢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名气 它内部其实有很清楚的博峰板 还有乌瓦翘头都非常的分毫避现 板瓦也有起翘 右边这个呢是太和元年宋少主墓的 然后呢这也是一个玄山顶的一个小的石垫 这种石垫形的这样的名气呢 可能起源于西汉的房形石果 这种名气呢在中断一两个世纪后 开始在这个中国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墓穴中 渐渐流行 后面我们再看隋唐时候呢 我这里选的呢 又是佛光寺东大殿 而且同样一个俯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出岩呢 非常深远 采用了举折法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这个方法 使屋面呢形成了一定的曲线 装饰呢非常朴实 而且呢装饰数量呢也比较适中 隋唐时期的屋顶呢 基本上中国古代屋顶的主要制式都完备了 除了硬山顶还没有出现 然后呢可以通过 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大明宫韩元殿的这个挖掘 已经可以确定隋唐时候有附阶周扎这样一个做法 而且呢宫殿建筑电影建筑已经产生了脚翘 而且呢隋唐时期并没有产生我们后面所说的 古脊的装饰 例如这个锤兽啊枪兽啊抖兽啊 还有宝珠脊 和这个多光脊的这样一个装饰都还没有产生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装饰中详细来讲 我们后面来看墨高窟 左下角的呢就是一个唐代五殿顶的明居 可以说隋唐时候的这个五殿顶呢 它并没有说是一定规定明居不能使用 而且呢我们可以通过墨高窟的壁画中来看到 这个跟我的鼠标看哦 颜口隋唐时候的建筑颜口特别平直啊 正极的两端呢会有略微的升起 比如说像这些建筑都可以看出来一些 正极两端有略微的升起 出延的特别的平缓 对吧 然后呢污面呢有一点点内凹 嗯就是使用了曲折法 最后呢是隋唐时期的建筑齿维已经普及了 你看这些建筑全部都有齿雷 嗯 我们再看一些隋唐时候的建筑实例 一个呢是这个就是左边这个是南禅寺的大殿 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建筑 也是唯一一座四次反弹之前建造的佛寺 它的出延呢特别平缓 建于呢唐大和六年 非常的古老的一座建筑 但这座建筑呢现在被改的非常厉害 嗯 所以说我们不太展开讲 嗯 右边的这个建筑呢 是广人王庙大殿 嗯 是略晚于南禅寺大殿 这个建筑呢是最早一个道教建筑 在靖南 嗯 也是一个歇山顶建筑 嗯 然后这个右下角就是我们反复反复讲到的 佛光寺东大殿 唐大中十一年做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的具体 这个是南禅寺大殿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出延特别的平缓 啊 啊 唐建筑三年所作 啊 正极上有 嗯 这个 管瓦碟柱 嗯 屋面呢 稍微内凹 啊 正极两端呢 稍微有一些升起 这都是唐大建筑的 屋顶的一个特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呢 就 就更为明显 啊 首先呢 正极两端有升起 这个非常明显 第二呢 出延特别的平缓 第三呢 污面有一点点内凹 第四呢 已经产生耻尾 并且佛光寺这个耻尾呢 是元代仿唐的一个比较精品的耻尾 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之前的这个 嗯 我们这一张pt题题目所讲到的 宜德太子墨雀楼一帐图 雀楼一帐图中的雀楼呢 出延很深远 楼公比例很大 下部以红色为主 然后呢 上部的这个这个屋顶呢 都是古垫顶 然后呢 它是一个三处雀的 一座母雀 两座子雀 碧尼雅城 形成三处雀的格式 是这个唐代雀楼中的一帐最高的 嗯 然后呢 嗯 我们来看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呢 是个现在仿造的 嗯 洛阳紫围城的正南门 也叫应天门 这个建筑呢 是一个双向三处雀 两边总计十二雀 这是古代唐代时候 初雀的最高等级 嗯 也是只有这个 这个皇宫的正门 能用的 这种建筑制式呢 对北宋汴梁的宣德门 和明清故宫的古门 影响非常的深远 那后面的国都建成史上呢 都会沿用类似这样的一个建筑 所以说你看这个建筑 和现在的故宫武门啊 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虽然是仿建的 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嗯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隋唐时候建筑一些装饰 比如说像这个 李小航木石垫 李小航木石垫 非常有神奇色彩 大家到这个西安碑林 一定不要忘了看这个石垫 因为上面有 一句诅咒叫 开褶即死 呵呵 这个建筑呢 就是一个面阔三间的九起点 就是一个歇山顶店 灌盖背面的第二刻成殿堂的屋顶 然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瓦片呢 都非常清楚 嗯 它的这个板瓦啊 铜瓦呀 瓦当啊 甚至这个 这个莲花纹啊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它的几煞和尺尾 很小巧可恨 嗯 然后我们进入五代 五代 五代作为唐宋之间的过渡期啊 它一方面 承接了这个唐代建筑 这种粗犷 这种这种大度 另一方面呢 它又稍微带个一点 宋代建筑的那种秀美华丽的感觉 我们所看的这四座呢 左上角的天台阿弥陀殿 后唐长兴四年 这个右上角的华林四代殿 五代敏前的二年 这个左下角的郑国四万佛殿 北汉天会七年 右下角的戴云院的大佛殿 是这个后境天福三年 这四个建筑呢 基本上都是歇山顶建筑 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的这个出言比例啊 可能比很多唐代建筑出言都要深远 这就是五代建筑的一个特色 它跟唐代建筑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 甚至于说很好的沿袭了唐代建筑 然后我们所看到的这座五代建筑呢 之前也讲过 是最早的玄山顶石地 也是最早的五代建筑中的一座 后唐铜光三年的龙门四溪配殿 后面呢我们讲宋辽金建筑 宋辽金建筑呢 这个山华寺可能是讲过的 这个山华寺呢 大雄宝殿 就是最后一座是辽代建筑 这边的浦贤阁 三圣殿和山门三座建筑呢 都是经代遗物 这个寺院呢 殿宇高大 院落开阔 是现存辽金寺院中的代表座 同时呢 它的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 是研究辽金时候建筑的一个重要资料 我们讲宋元时候的建筑变化了 宋代可以认为是柔化柔美版的唐代建筑 整体的体型变小 然后趋于秀丽挺拔柔美典雅 这种建筑风格呢 影响了后面的元明清的建筑发展 具有成前其后的地位 而辽代的建筑呢 为契丹人所建 很好的保持了唐代的雄建爽朗 刚进古艇的这种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辽代的一个歇山顶的建筑 来源隔院寺的文书殿 这个殿呢 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五代建筑啊 辽代建筑啊 辽代建筑啊 非常像 这个呢 是一座宋爪七的建筑 在很多地方沿袭的唐制 比如说柱头屋 普派坊 斗拱七铺 座啊 双抄双下 批竹啊 这些都是沿袭唐代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建筑特别巨大书岗的斗拱 和特别平缓的屋顶 这都不是这都不是说宋代晚期的特征 这都是早期和五代唐代重新 说明宋代的这个建筑制式也是在漫长发展中慢慢形成 早期时候呢 也是沿袭唐代风格的 这样一个做法 再看最典型最主要的这个 禁祠圣母殿 禁祠圣母殿呢 可以建成呢 可以看作是宋代建筑制度化 规范化的形成 它完全严格参照的营造法式 当然严格参照营造法式的建筑 还有这个少林寺出祖安 这个小的这个宣和年间建成的歇山建筑 也是严格参照营造法式 可以看到 这屋顶的坡度明显叫唐代 斗墟 眼角起窍 非常的明显 眼口也做成凹陷 正极也做成凹陷 宋代建筑为什么柔美 为什么秀丽 因为宋代建筑无移不曲 就是所有的地方能做成曲面的都做成曲面 后面我们在讲这个屋顶曲线和曲面的时候 会展开来讲宋代建筑的面曲线 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建筑非常的柔和细腻 精致 而且呢非常成熟 而且呢宋代建筑已经开始使用琉璃瓦附顶 或者用琉璃瓦简编来装饰 可以看到非常的华美秀丽 这个禁瓷圣母殿呢 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富阶周加回港这样一个实地建筑 也是低座这样的建筑 我国古代的木结构建筑呢 主要经历这个 这个 木结构实地建筑呢 主要是由隋唐时候的这个 雄壮兼实到明清的这个华丽轻巧转变的一个过程 而宋代建筑呢 是一个成前起后的这样一个重要环节 而圣母殿呢又是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后面呢我们要再讲一个这个 这个正定龙兴寺模拟殿 北宋黄幼四年 这个建筑呢 我们所要讲的主要就是它四处报散 这种建筑形式呢 在宋代非常常见 这种建筑形式呢 尤其是宋代的楼阁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宋人所绘的这个同安阁 可以看到四处报散的形式啊 在当时已经非常常见了 这样会使得这个建筑外观呢 非常别致 然后呢 给人一种柔和灿烂的 这样一种美的这种享受 所以我们来看宋代的民间建筑 这些都是来自清明上河图的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建筑啊 它的装饰已经有了类似于 持稳啊 脊寿啊 山花啊 玄鱼啊 褶草这样一些装饰 后面我们会来讲 下面呢 我们来讲第三部分 万类双天屋顶的装饰艺术 我们可以知道啊 屋顶它的主要作用 除了有遮风避雨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作用 就是在古建筑中 它的装饰元素 大部分集中在屋顶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需要把这个屋顶的装饰艺术和类别 以及它的这些作用呢 都尝试清楚 首先我们现在看屋顶装饰中最重要最显眼的一个部件 耻尾 然后到晚期呢 翻展成了耻吻 这个耻噪呢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鸟 或者说是耀子 就是一种阴猛禽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在正脊和垂脊 或者枪脊的交接处 然后呢 至耻吻 这样呢 就可以提供稳定的结合点 主要呢 是为了防止极瓦的崩落和雨水的下坠 最早呢 耻吻在上书上说是做耻优的耻 耻尾 意为水之金能避火灾 主要置于殿堂之上 后来呢 多做这个鸟子旁的这个耻子 耻尾呢 还有着避火防灾的验剩作用 耻尾呢 也称耻吻 这个名称的变化呢 是由这个鸟的尾部 像这个稳步来变化的一个审美情趣变化和名称变化的写照 好 我们先来看最早的耻尾 左边这个呢 还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国伯的山东高唐出土的汉木陶楼 右边呢 是木马山衙木出土的名气 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在汉代时候的耻尾呢 是两个小鸠鸠一样的类型 在正极的两端 跟随我的鼠标来看 刘敦珍教授认为呢 耻尾这个名字始于西汉 在陈书的卷31中提到个耻尾这样的一个记载 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耻尾呢还是比较早期比较原始的 我们看右图 鼠标位置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这个时候耻尾的做法呢 主要还是以板瓦叠戟 在这个垂戟和正戟的交汇处 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板瓦叠戟 那后面呢 南北朝时期 这里是山西西州的九元港北朝壁画墓 这个壁画墓呢 里面描绘的耻尾 它就真的是作为一个鸟尾的形象 而且可以看出这个很生动 就像一个鸟的尾巴一样 而且呢也有一点点像这个张开的霜啊 说明这个时候呀 极端的装饰已经开始有个明确的形式 就是类似鸟尾的形象 我们再往后看一些早期的尺尾的样例 首先左边这个呢 是唐复造释迦摩尼像 它的这个尺尾呢 也是板瓦叠戟 非常清楚板瓦叠戟 右边呢 这个是叶城博物馆 也是北朝的一个尺尾 可以看的比较清楚 它的板瓦的交接处和它后面的升起 做模拟鸟尾形状的部分都比较清楚 然后呢 进入隋唐时期 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尺尾呢 是这个朝阳北塔出土的尺尾 朝阳北塔呢 这个尺尾呢 和这个上京农泉府渤海国的尺尾 类似度极高 而且后面呢 修缮南禅寺和开元寺中楼也使用相同的形式 说明这是在唐代比较常见一种尺尾 它的这个尾尾部呢 只有后面作为尾部 前面这个地方装饰比较素颜 是唐尺尾的一个比较标准的样式 右边这个呢 韩国国立浮渝博物馆的尺尾 这个尺尾呢 也是从早期的板瓦叠脊 向这个后期的尺尾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尺尾 可以注意看到的是这个 我鼠标所指的部分有一些小洞 这些小洞呢 是要插入这个钢条 用来做拒雀的 就是防止这个鸟站到这个尺尾上 这个尺尾呢 是随着中国一路传到韩国和日本 都沿用了下来的一个建筑屋 屋顶的装饰方法 然后看这个尺尾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最早的 从尾巴向稳变化的一个过程 盛唐以后呢 我们对于这个建筑的审美偏向于华丽 他认为呢 这个这个尺尾呢 只有鸟的形象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有土水正火的意义 所以他就引入了龙的形象 而且龙呢也可以体现出黄泉的至高无上 所以说呢这个龙头和这个鸟尾就逐步融合到一起 我们所看到左边这个图呢 是唐玄宗太陵的一个尺尾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一半是鸟尾 一半是龙手 后面的尺尾呢 慢慢就演变成了这样的样式 好 再往后看 从腕唐开始呢 尺尾的形象趋于成熟 尺尾与大脊的相接部分呢 出现了龙头吞脊 突出了吻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尺尾正式演变成了尺尾 尺尾的出现呢 改变了原先简略的形态 让尺尾更加活灵活现 在夏导金时期呢 龙手鱼尾是主要的这个极端的装饰题材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是独个四山门的导带尺尾 这个龙手鱼尾的尺尾特别标志极具动感 这个尺尾呢 是我国现存古建筑尺尾中最古老的一个 弥足珍贵 黑又流离的 右边这个呢 是这个西夏王宁出土的尺尾 大概是略晚一些 应该在宁夏的西夏王宁博物馆可以看到 然后呢是晶圆时候的 首先来看左边这个是元代的永乐宫的元代尺尾 这个尺尾在永乐宫搬迁时候 就到了博物馆里一直保存下来 细节非常的生动 右边这个尺尾呢 是大同华恩寺大雄宝殿金代尺尾 这个尺尾呢是中国最大的尺尾 大概有五米高吧 我印象中 最后呢再来看清代的 清代我们就主要展示一下故宫太和殿尺尾 清代的尺尾变化呢有很多 首先呢是尾巴卷起来了 这我鼠标 圆尾 然后呢尺尾的身上多一条载龙 就是一条小龙 然后还有一条大龙 就是他的大本 可以看到呢在尺尾的身上插了一个剑瓣 这个剑瓣呢有很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是为了降妖除魔 是这个旁代的一位神仙 神功妙计真君许训的宝剑插到了尺尾上 另一种说法呢是怕尺尾上至离职 但它实际上的意义呢更多偏向于稳固 尺尾构建使它固定在上面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做雷公助用 就是古建筑并雷所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看一些地方的 这些都是一些明清时候的尺尾 可以说后面尺尾跟琉璃结合到一起 变得非常的华丽漂亮 比如说像右边这个 山西借修博物馆的蓝琉璃尺尾 非常的漂亮 还有南方的尺尾变得非常的异化 我们这里讲完了尺尾和尺稳 我们后面呢来讲这个铜瓦与瓦丁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右边这样一个器物 这个器物呢来自洛阳博物馆 是一个汉代的陶屋模型 可以看到呢这个瓦丁的形象呢 已经非常明显 在这个屋面的这个边缘处呢 有一排很明显的瓦丁 这个瓦丁呢主要是起到固定乌瓦的作用 它可以使呢乌瓦更加稳定 这个瓦丁呢在这个后面呢发展 尤其到北朝时候呢发展的非常大 它的装饰意味和它的功能呢相互结合 可以看到这个是北京古建筑博物馆收藏一组北魏时期的铜瓦和瓦丁 这个呢是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宫殿遗址的一个瓦丁 就是说北魏这个工程的这样一个瓦丁 它的体型特别大 是这个一致灰陶的质地坚硬表面呢也抛光 然后呢这个尺寸呢也非常大 是四孔菱形的下面呢有一个长柄 然后呢非常的漂亮 这个瓦丁呢跟我们下面要看这个山西九园港壁画的这个瓦丁呢非常相似 就是这个中间的中间的这个山西九园港的这个北朝壁画墓呢 我们也是讲了很多次吧可以看到呢这个瓦丁呢非常的明显 它的这个固定作用和装饰作用呢都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改 而这个瓦丁下面呢就是这个垂挤的端部呢装饰了一个寿面碗 这个寿面碗呢一般安装在屋顶的四角或几头 然后呢上面呢装饰以这个寿面的花纹瓷牙撩嘴或者说是瞪眼的这样一个 狮子的形象也有说是忍动兽的形象 它的这个主要作用呢是保护这个挤头不受侵蚀 这个呢是北朝时候比较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的这样一个 而且呢它还有非常吉祥的寿意可以辟邪除塞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寿面碗之后呢又是一个眼角处的三重起窍 这个三重起窍呢我后面会讲 这里先不关注我们主要来看寿面碗和这个瓦钉 这个寿面碗呢 呃它可能是在北朝和隋唐时期比较常用 在宋代以后呢中国就渐渐不用了 但是寿面碗呢一直传到了东亚的很多地区 所以说呢在日本呢 现在还在使用普遍使用寿面碗 日本呢这种寿面碗呢也被称作这个鬼碗或者鬼连碗寿头碗 在很多日本古建筑都可以看到 然后呢我们再看旁边的这个呃 左边的这个寿面碗呢是叶城出土的一个北朝寿面碗 可以看到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威猛 右边呢这个呢是洛阳博物馆的一个也是呃隋隋唐时候 或者说是北朝时候的一个寿面碗 嗯那么寿面碗和瓦钉这个组合呢 它的功能和装饰上呢都比较完备 但是后面呢在呃唐代之后 尤其是宋代呢它就慢慢慢慢被淘汰掉了 就是说中国的古建筑都很少用了 其实呢是把这个寿面碗的装饰意味和这个瓦钉的功能意味呢合二为一 那么它究竟演变成什么 我们看下张PPT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来看哦 这张呢是一个呃隋唐时候的呃 食果 这个食果呢可以看到寿面碗所致的位置呢已经代替成了一个瘦手 嗯那杨洪勋先生在论文集中曾经提到呢 隋代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垂瘦 风格接近南北朝 垂脊端嵌一块湿面斧地啊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瘦面碗 或称几头碗几头砖 日本称鬼点砖 但是在隋唐时候呢 这个瘦面碗呢就慢慢聚化成了一个小的瘦手 就是我们后面所说垂脊上的垂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垂瘦演变呢 就比如说像啊我左边所展示的这个佛光寺东大殿的这样一个垂瘦 和右边这个重复寺弥陀殿的垂瘦呢 都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射手的形象 嗯 然后呢再往后我们要讲的是同瓦起窍 我们刚刚看这个呃 山西新州九元港壁画墓中的这个呃 几端的这个装饰啊 已经可以看的非常清楚了 在岩角处呢 会有三个同瓦起窍 当然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呃 漢代的这个 崖墓中的这个名气 也有很明显的同瓦起窍的这样一个做法 他的这个做法呢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瘦片脱脱 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以同瓦三重起窍作为极端的装饰 我所展示的这两个呢 左边的是法能斯地宫舍利塔的这样一个实地 右边是飞灵博物馆的唐代石灯实地 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三重同瓦起窍 这个三重同瓦起窍呢 在后面就慢慢演变成了脊兽和套兽 这个脊兽呢我们如果要去过故宫都可以看到 就是经常会听早有该讲啊 在这个建筑屋檐的下沿端 在这个屋檐上会排列一排小人 这排小人呢非常的多 一般呢是以齐凤仙人打头 然后是龙凤狮子 海马天满 霞鱼 酸泥 蟹制 斗牛 杭石 故宫的呢是一套十一个 是在古建筑中是唯一的 一般都是九个 或者说是六个或者说是三个 因为故宫的形质特别高嘛 所以说有十一个 那么这些神兽呢主要是都代表一种吉祥的寓意 嗯 然后呢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部分有一个套兽 套兽呢是在屋檐的下沿端 会有一个突出的兽头 它是套在脚梁的这个兽嘴上 防止脚梁呢被雨水侵蚀 那么这个这个构建呢就是套兽 嗯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主要讲一下齐凤仙人和杭石哦 齐凤仙人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己兽中的第一个 他的说法呢有两种 嗯 一种呢是这个战国时时期齐宣王之子齐敏王继位 十分好战 君臣不和内外树敌 最终呢引来五路联军讨伐 然后呢走投无路之时呢 一只凤凰飞到他面前 他就骑在凤凰身上度过大河绝处逢生 所以说齐凤仙人呢也有逢凶化吉之意 最后这个杭石呢在其他的古建筑中非常少见 因为因为只有故宫太和殿出现了 他是这个类似雷公的一个形象哦 锚点雷公嘴 然后呢他的主要作用呢可能是辟邪 然后当然也有说是跟这个佛 佛教护法的这个金师大奔奖相关 好这个是我在知乎上总结一张图片啊 这个图片还是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呢是最早的时候拍摄的故宫太和殿的一族己寿 然后呢我们来讲几颤 几颤呢这个颤字啊最早是一个凡语 意思就是国土 佛塔呢代表佛的国土 所以人们又称这个佛寺为佛颤 所以寺院呢大凡都建有佛塔 后来也称为宝颤就是宝地的意思 这个古建筑的正极上呢有这个几颤 实际上呢在汉代就有类似的装饰 但是真正的作为几颤呢 我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从南北朝时候开始 呃我现在所展示的这个呢是 潭富士加摩尼造像 这个造像上的几颤呢非常的清楚明显 在这个造像的正上端做了一个 呃类似于佛塔塔叉的这样一个形象 这也是早期的这个几颤的来源 嗯 后期的几颤呢演变成一种装饰 或者说吉祥寓意 比如说在山西经常会有这个 这个呃 尸陀宝像啊楼阁状的这样的几颤 嗯 或者说是这个呃 葫芦啊这些吉祥寓意 嗯 然后呢呃 这里左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几颤 它是用法轮作为它的装饰的 右边的呢是南方的一些几颤 它可能还是以塔作为几颤的装饰 嗯 然后呢这里我主要展示一些清代的这个 宝叉 或者叫几颤 多用于船尖顶的这个船尖部分 比如左面的故宫大正殿 和右边的成德外八庙上 都是以一些佛教法器 比如说类似法灵 十字宝楚 或者说多于如海作为它的一个装饰的意象 好 我们后面再来讲悬鱼和褶草 首先我们先来定一下悬鱼和褶草的什么 之前我应该讲过悬鱼和褶草 但是我说后面要解释一下 悬鱼呢是置于正脊 大多数呢是由木质材料雕刻而成 最初呢是鱼形 并从山面的这个顶端卷锤 所以也叫锤鱼 这个说法呢是汉代的一个官员 它可能是非常的清点 所以说把鱼就悬在了这个房梁上 就表示不受贿的意思 褶草呢跟这个悬鱼正好有区别 因为褶草呢它并不至于正脊 而是至于鱼 悬鱼的两侧整体的体量较小 它是在这个领端处 但是呢不在正脊 每面山墙上的悬鱼和褶草数量呢 一般为三五七不等 一般来说呢有几个顶条 就有几个悬鱼和褶草 它们主要作用呢是为了美化接缝 保护这个 船子的这个端部呢 不受雨水侵蚀 使这个薄锋板呢更为牢固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之前说的波士顿博物馆的北朝悬山顶屋 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 在这个大插手和这个正脊下方呢 有一个悬鱼的这个样式 而这个边上的这个呢就是这个 我现在所指的这个永恶宫重阳殿的屋顶呢 它这有一个木板 这个呢就是薄锋板 而它的悬鱼呢处理的又非常大 我刚刚讲到薄锋板了 这里我再来看一下两个比较明显的薄锋板 左边这个呢是苏州的一个土地庙 右边是几元凤仙冠三清殿 几元凤仙冠的三清殿呢 拥有全国最为壮观的一个薄锋板 可以看到非常的宽大非常的雄伟 薄锋板呢也叫薄锋板 封山板 宋朝时候称薄锋板 它呢是在古建筑仙山顶和悬山顶的建筑中 这些屋顶伸出山墙之外 为了防风雪 常用木条钉在这个领条的顶端 起到遮挡作用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构建呢也叫薄锋板 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中呢 薄锋板比较宽大 并且有这个美观装饰左右 正朝时呢规定薄锋板在二至三材宽 三至四分厚 板下正中做悬鱼 两边做惹草 清朝时呢就是这个薄锋板呢 就慢慢演变成山花 就是我们 啊我们现在看这个韩国的这个薄锋板 韩国的建筑也是非常的这个雄伟啊 这个是草西山鲜岩寺的这个山门牌 然后再来看鲜鱼 真的鲜鱼在早期是做鱼的 这个是潮汕地区的一个简瓷采来鲜鱼 右边的是也是一个鱼形的 而在北京呢后面就变成了吉祥寓意 一些专雕化也可以作为鲜鱼 然后呢我们就来讲这个薄锋板的演变 后面呢这个清代的时候呢 就认为这个薄锋板 鲜鱼惹草这样一个组合呢 它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把这个山面封闭住 所以说呢在清代时候就出现了封闭式山花 在我国的传统建筑中呢 歇山顶的屋顶两侧形成了三角 顶的山面呢 这个部分是比较脆弱的 它会使大殿呢 漏风漏雨 所以说呢尤其在北方啊 天气比较寒了 它就不愿意使这个大殿漏风 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封闭式的山花 在古建筑中呢这个岩部上的这个三角形的山墙 就我们P所展示这个位置呢 就是非常重点的部位 就是它的山花部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山花在明代之前啊 它是多为透空式的 就像我之前想到这个西上坊成汤庙大殿 它呢是以这个薄风板加玄瑜加惹草的 这样一个组合来构成它一个山面的装饰 到在明代以后呢 这个砖流离木板 会将歇山的这个这个屋顶的这个这个 这个透空部分全部封闭起来 就它呢更加的这个封闭不透风 嗯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做一些装饰 比如说像这个嗯 绘巾啊彩绘啊 包括这个七个这个铜钉啊 就我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 都是作为它的一个装饰 嗯 从此以后呢 这个山花呢在明清时候也发展成了一个 歇山顶建筑重要的这个装饰区域 嗯 好 最后我们再来讲这个屋顶的曲线啊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 牛里板的这个这个构建 我们现在讲的呢 主要是这个屋顶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漂亮 我国的古建筑屋顶啊 也有非常神秘的曲线 就比如说我现在所展示的这个天台阿弥陀殿 可以看到它真的像一个鸟 要展开双翅一样的 颜布如意轻展 这使呢本来很无趣厚重的屋顶部分呢 变成了整个古建筑最为轻盈最为美丽的一个一个风景线 嗯 好 我们古建筑的这个曲线上有很多 我这里主要讲四种曲线 第一是屋面曲线 屋面曲线指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屋面 中国古建筑的屋面都成一个内凹的形式 嗯 就是如果我们从侧面看 这个古建筑呢是一个 呃 越往下越缓越往上越陡 这样一个内凹的一个曲线 屋面曲线呢 可以说无论硬山 全山还是歇山或者五垫顶的建筑 其前后两坡的屋面呢 都是成一种越往上越陡峭 越往下越缓和的曲线形式 这是古建筑屋顶中的最基本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由排量结构上的举架之质造成的 这个呢我们后面会再讲 那么有没有违反这个屋面曲线内凹呢 当然有了 我们之前讲的一个顶是叫窥顶 它就是屋面曲线外凸的 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罕见 第二个呢是指盐口曲线 盐口曲线呢跟着我鼠标来看 就是在铜瓦和滴水形成的这样一个盐口之间 所产生一条曲线 非常的优美 这个盐口曲线呢大概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的 第三个呢是屋极曲线 屋极曲线呢跟着我鼠标来看 在它的正极上呢会形成一个一道非常漂亮的曲线 正极呢在两端升起 这个呢在宋元时期已经有做法 就是两端置升头目 使正极呢变成一道非常漂亮的曲线 这个曲线呢可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还是高唐的那个陶楼 还已经有这方面的意思了 但是呢只是说在装饰上升起 但是在实质上的升起呢可能还是在唐颂以后 最后呢是屋脚起峭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屋脚部分呢会有一个峭起 这使得整个古建筑屋顶呢有一种向上的灵动感 非常的漂亮 这个屋面曲线呢和屋脚起峭大概都是在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意思了 然后我选这张图呢是源自东山观地庙 就是福建省东山县的观地庙的排坊门 非常漂亮的跟这个宋市建筑非常相仿的一个明代的排坊建筑 好啊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讲这个曲折与曲线 我们之前提到无论是硬山玄山歇山五殿 都有一种这个越往上越陡峭越下越缓和的曲线形式 这个曲线形式呢就是由我现在要讲的举驾之质造成的 这个举驾之质呢有两种 一种是宋市的叫做曲折法 一种是轻市的叫做曲折法 宋市呢是先定总举高 然后在每一步算每一步的这个曲架之高 然后依次递解从上往下修 宋市的呢是先做这个建筑制式 然后从下往上推算 所以说呢 宋市的方案呢叫宋市 叫为简洁和科学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宋市九顶建筑来看 它就是一个岩步三五举 金步五举 下金步五举 上金步七举 底步九举 就是说是几举就是 跟这个不长的 百分之几十 比如说九举就是 不长的百分之九十 高度 矩架 嗯 这里呢就不做过多的展开 因为这是工程做法 那么我们后面就要来看呢 这个曲折屋面是为什么形成呢 在这个宋代确定这个屋顶高度 及坡度这个方法举折之后 我们的这个举架呢 就成为古建筑中必须要做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举架呢最早是怎么形成了呢 就是有这个学者讨论啊 可能在这个商周时期的这个车座就有了 因为这个车座里呢 他所讲的呢就是说 嗯 比如说像烤工具有有盐 嗯 当时呢是指这个 气屋三分瓦屋四分 就是说呢 这个茅草屋呢是 是整个定生的 百分之三十高 瓦屋呢就是 是百分之四十 嗯 百分之二十五高 就是四分之一高 嗯 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瓦屋呢 就会稍微平缓一些 这个做法呢是为了使瓦片不脱垛 嗯 大家看后面这个也是 考工具中所言所言的啊 尚欲尊而雨欲杯 尚尊而雨杯 补水急而流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车座的这个散盖上啊 越往上呢 越高耸越往下的越平缓 这样呢有助于排水 说明呢我们在这个 双周时期的这个 这个 是这个 车的这个散盖的时候呢 就已经了解到了 这个举折呢 它是有利于排水的 所以说呢 后面我们制作屋顶的时候呢 也渐渐渐渐的 就是 参考了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说呢 我们的屋顶曲线呢 可以说是从双周时期 就掌握了这样一个技术 嗯 下面的这两个呢 分别是独格寺的观音之隔 和南传寺的大殿 都可以 都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 举折污面的一个代表 然后呢 这个举折呢 是怎样过渡而来的呢 一般的这个 借重史学界认为啊 在台梁式结构出现之前 古建柱呢 普遍采用大插手结构 就比如说像 右边这个图 它的这个 人字型的两架结构呢 就是大插手 这个大插手结构呢 它在比较小的这个建筑上呢 固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比较大的这个建筑上 它会产生这个不稳定 它很容易这个 呃 在力学上啊 它不是很稳固 所以说呢 到后期大插手 就非要分段来安置 如果它不分段安置 它整个建筑用一个大插手 它就无法脱举起来 非常巨大的污蔑 那么分段采用大插手呢 就产生了这个屋顶曲折 叫早期的条件 因为当大插手分成几段之后 很自然的就会使这个 每一段插手的这个斜度不一样 而这个台梁式呢 产生了就是为了代替大插手 这样一种在大型乌 乌雨的营造上的这个不稳固 所以说它产生台梁式 而台梁式呢 对于这个举折法的形成呢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 因为每个梁之间 比如说像这个挤瓜柱的高度调整 调整为比下面高 是在自然不够的事情 所以说呢大概是在这个 大插手像这个台梁式演变的这个 汉代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曲折和举驾 渐渐渐渐的成为一个主流 如果让我们看的话 现在世界建筑史上还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日本法龙寺金堂 非常早期的木构 它的主垫呢 主体是由玄山加四周批岩厂 虽然说它上下两段呢 并没有连接起来 但是呢这跟后面的悬山 跟后面歇山顶的形成呢 就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因为可以看到这两段的污面 就是跟我鼠标所指的 悬山顶和批岩的这个污面 把它结合起来呢 是一个再理所应当 非常理所应当的事情 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弧度呢 它很大可能上也可能是来自于 我之前所讲的 汉代的两坡顶的这个 那两段式的 跌落式的这个污面的这个做法 最后呢我们来讲飞檐和凡语 飞檐和凡语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眼角处的这样一个曲线 在古代人呢他们就很早就认为 想要扩大室内采光 并有利于屋顶排水保护屋脊呢 就必须得要把这个污角做高 所以呢古书上有云嘛 上凡语语盖带 即日引而纳光 就是说它主要有纳光的这样一个作用 还有排水的作用 那宋代以前呢 污角的水平投影呢 都是直角的 到北宋开始呢 脚梁开始往外伸长 脚船呢也随之竹根加长 乌角的水平投影呢 成尖角状 这就是宋营造法式中的生出 比如说我们看到 左边这个禁词圣母殿 它其实就是已经有生出的一个乌角 只是说呢还不是太明显 而在中国南方呢 比如说我现在所展示这个 南乌阳世宗祠 一个清代的建筑 可以看到它每个乌角呢 都会有很明显的这个 这个尖角状 所以说呢就是后面的这个 南方的这个乌角的这个出窍 或者是冲 它的这个效果呢就更为明显 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来讲蒸奇斗燕各地屋顶特色 这部分呢我们讲的稍微简略一些 因为主要讲的是这个 清代以后 然后呢中国各个地方做法 地方流派产生不同 这里呢主要是通过屋顶 帮大家来辨识每一个地方的 这个晚期的这个建筑特色 我这里所展示福建某地的一个悬空寺 首先来看岭南 我们中国晚期的这个屋顶建筑特色呢 它主要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山墙 岭南呢就会出现这种霍尔山墙霍尔大屋 霍尔山墙呢就是类似于这个锅的耳朵一样的 就像两个锅霸一样在这个屋子的两端 非常可爱 整个一组过去呢非常有气势 非常雄伟 这个 我所选的这个村子呢 应该是佛山的大齐头村 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一组霍尔山墙 当然广府地区的这个山墙非常多 晚期的这个民居呢 它的很多的功夫下在了山墙的装饰上 因为早期的民居呢都是全山顶 而晚期由于这个制砖技术普遍呢 所以说硬山顶变多 而这个屋面和山墙关系呢 要么就是屋面出头山墙 在缩下改 要么就是山墙出头 后面的这个民间装饰呢 它由于很多地方不能越制 所以说它装饰呢主要集中在山墙上 而广府建筑的这个山墙呢 其实也有很多种啊 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霍尔山墙 好我们下面来讲 广府地区庙宇的这样一个装饰 首先先来看右边 右边是陈家祠堂 陈家祠堂上用到广府地区 非常常见一种装饰 叫做灰宿 灰宿呢一般会做成 比如说它正脊部分 和这个垂脊的端部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走兽部分呢 会用灰宿装饰 还有这个山墙的这个特面 简边处会以灰宿装饰 正脊呢一般会做成龙川脊和薄谷脊 而这个简边处呢一般会以黑白的卷草 或者草龙纹 而这个上面呢非常热烈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彩色灰宿 灰宿呢它其实是以贝壳灰所制成的 所以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呢 它非常的受气候影响不能长久的保存 那么因为它不能长久保存呢 所以广府地区的匠人 又想到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用石腕陶来做这个正脊的装饰 石腕陶做正脊装饰很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历久弥新 它可以保持很多年 不用隔几年呢就重新修一次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古搞的石腕陶 而看到大部分灰宿呢基本上都是近年的作品 这个石腕陶呢最早大概是晚清或者说是中 清中期的石腕陶 也许也可以看到 反正是几百年的石腕陶是有的了 有一些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石腕陶的老字号 比如说像文如碧这样石腕陶呢 在很多广府建筑中装饰还能看到 可以看到石腕陶和灰宿这个装饰艺术呢 非常的相似 只是说材质呢有所区别 我们后面再看潮汕地区 我所选的这个安吉王庙 它的这个屋顶呢是一个三川殿的构造 这种三川殿构造也是一种很早期的屋顶 可能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汉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常见 但在北方的这样三川殿构造屋顶呢 就渐渐渐消失了 而在南方的一直留存下来 可以看到它这个屋顶的装饰呢 非常的 非常的 漂亮 非常的 华丽 非常的 夸张 那么 嗯 我们下面这张PD可以详细展示它这个屋顶的装饰 这个屋顶装饰呢 其实叫做简 简瓷彩 这里选的呢 是云霄威惠庙 就是一个介于潮汕和这个闽南地区之间的一个小庙宇 这个简瓷彩呢 它其实是里面呢 是以贝壳灰做这个打底 外面呢 是沾以这个碎的瓷片 嗯 也叫这个欠慈艺术 它整体呢 这个艺术呢 既坚固又非常的美观 而且非常的漂亮 很多欠慈呢 可以做到非常大 可以看到这个凤凰啊 还有这个龙啊 它的龙鳞和凤凰羽毛 由于这个瓷片的这个质感呢 都显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由于瓷器的这个特性呢 可以闪闪发光 历久弥新 所以说这种装饰呢 我也非常喜欢 我们后面再来看闽南的这个建筑艺术 可以看到闽南的这个明居啊 它它基本上是以这个红砖错为主 然后呢 它这个正极呢 两面会有向上的升起 这种升起呢 在古代时候非常的常见 尤其是在宋代时候非常常见 但是在明清时候的北方建筑呢 就慢慢的没有了 而在这个这个正极的曲线呢 在闽南地区保存的非常好 无论是明居呢 还是这个庙宇呢 都有一道非常漂亮的正极的曲线 这种红砖错呢 它除了屋顶呢 是以这个红码 而且呢 它这个屋内的这样的一个墙啊 包括很多地方的都是以红砖装饰 所以说这也是闽南的一个特点 可以看到无论朝善广府 还是闽南的这个村落呢 都非常的整齐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正极的这个曲线呢 是怎样产生的 这里呢 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悬念法的屋脊 这个悬念法屋脊我们可以看到呢 首先它这个房屋呢 先做好 然后呢 在两边垫一生头 把它垫高 再铺把做 所以说呢 这个屋顶呢 就显得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柔和 这里是一个台湾的庙宇 敏台地区的这个屋顶呢 基本上都是曲线的 而且非常漂亮 跟这个宋代的屋顶呢 很接近 我们再来看客家 首先先来看我们最熟悉的土楼吧 这里我选了一个全国唯一八角形土楼 也是最大的这个规则形状土楼 道运楼 这个呢 在广东 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好奇 为什么在广东不在福建呢 其实土楼的分布呢 就是在福建跟广东之间 广东呢 也有很多土楼 这个道运楼呢 从上空看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再来看客家的另一种 非常常见的形式 叫围屋 这首先先看东升围吧 这是在南地区非常有名的 一座很大的围屋 中间是祠堂 四面住人 这个客家建筑呢 一般都是以大型的复合民居 然后呢 可以满足整个族群 巨族啊 居的这样一个建筑 外面呢 是高高的围墙 里面呢 是这个居住的地方 和祠堂功能区域 大家看 右边这个惠龙楼 是深圳 的一个非常大型的 这样一个 围屋 最往下这个井江楼呢 是唯一一个 内地外高的 这样一个土楼 而且这个土楼呢 是泯满本地人的 并不是客家人的 而且这个土楼呢 也是离海最近的土楼 所以说这个土楼非常起拍 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的装饰艺术呢 和相近的名系非常接近 比如说像惠龙楼呢 就跟广东的这个装饰艺术呢 非常的接近 像我们看闽中 闽中的屋顶呢 它的这个层层叠叠的感觉就更为这个明显 很多地方呢很像日本 比如说像右边是一个闽中的小的民居 左边呢这个是闽中土宝的代表作安真宝 这个呢是闽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民居 玉井坊的正式大错 这个屋顶呢就很有特色 它是一层一层相互尾叠的 这种屋顶呢跟这个日本的天守啊 或者说日本民居啊非常的相似 大家看闽东 闽东建筑的这个屋顶呢 是装饰最为夸张 奇跷最为这个这个布局一格 可以说张牙舞爪的一种这个屋顶装饰艺术啊 非常的有特色 尤其是在闽东地区的庙宇 大家看江浙 江浙地区的建筑呢 经常是白墙灰瓣 它的色调呢非常明镜素雅 但是江浙地区建筑的这个屋角奇跷呢 也是非常的高的 然后呢在苏州地区呢 还会有真奇跷和假奇跷两种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 嗯 大家看灰州 灰州的做法呢也是白墙灰吧 然后呢 灰州的这个屋顶呢 两边会有这个类似码头的码头墙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广府的霍尔山墙一样 也是山墙一种 它的主要作用呢 除了有防火还有美观的作用 非常漂亮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两个灰州的祠堂 可以看到灰州建筑的这个屋角的起峭非常的明显 这是龙川湖式涌湖 后面的这个呢 是豹式涌湖 这张图片好像显示的有点问题 再然后看呢是许村的代官亭 这个呢是灰州的公共建筑的这样一个屋顶 一个歇山顶转八角顶的非常的漂亮 再然后看我们来看山西 山西的屋顶装饰呢是最为华丽的 主要是琉璃艺术 它的屋顶上呢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色彩 大部分的屋面呢是绿色的 而屋檐处呢会有一些黄色的色带 比如说我们以平洋市楼为例 上面呢会做一些吉祥图案 而在这个屋檐的最边处呢会以不同的颜色装饰 这个呢色带呢就被称作简边 这个简边呢实际上在宋代就开始了 最早的时候呢可能从西州的时候 这个简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铺把地方 后面呢在这个碗面全就是整个都覆盖之后 简边呢就作为一种非常漂亮的装饰 我们这里这个左边平洋市楼 右边是这个曲卧四排楼 尤其这个曲卧四排楼 他作为一个牌楼啊 他的这个建筑装饰艺术呢确实非常的幻展 非常漂亮 再来看西北 我这里展示的是灵谷高庙 西北这个地方的建筑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沿如平川举入高山 就你可以看他的这个屋顶呢 特别的高耸 就显得非常的高 比如说这里中卫高庙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沿如平川 几步高山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西北的部分 建筑部分 他对排水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 而他的炫技的这个成分非常多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建筑都是晚清民国时候营造的 他的工匠呢 可能是对于赫兰山的一种崇拜 他对这种高耸的这样一个 都会非常有偏爱 所以说我们看到西北的这个屋顶啊 经常是异常的高耸 比如说看前面的这个部分都会非常高耸 这个呢就是更为明显 明晴圣荣寺这个歇山顶大殿的这样一个 侧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屋顶确实非常的尖非常的高 然后呢我们再看川与建筑 川与建筑呢 独成一派很有特点 比如说像我之前讲过的 自贡的西秦会馆 还有右边的是这个都江燕二郎庙的这个 老照片 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都江燕的南桥 我第一次见南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桥特别漂亮 就是我当时还不是很爱好古建筑 但是我看到这个桥之后呢 就觉得跟这个天宫的这个大门很像 就跟我脑子里所想象的这个天宫大门很像 其实这个桥呢建筑比较晚期 也代表川与建筑的一个经典 就是它上面呢会有非常大的起叉 然后呢它的起窍呢也非常高 屋顶呢也非常复杂 而且呢川与建筑都用这个黑瓦 很少有做琉璃瓦的 除了一些文庙或者观 观视点大部分是以灰瓦为主 嗯 这个呢就是琉璃瓦的德阳文庙 这是四川地区最大的文庙 嗯 这个呢是紫童七曲山大庙 这个建建筑呢是这个文昌帝君的这样一个祖庙 嗯 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来这个地方求这个求学 最后呢是云南地区的建筑 这个呢是和顺古镇的一个庙宇 就是今年琦达达刚去的和顺古镇 所以看到云南的建筑非常操作有致 它的屋顶呢也非常有特色 云南的屋顶呢它的这个 眼口的这样一个装饰呢 确实是曲线最为夸张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的永增 尼渡永增龙王庙的这个玉皇阁 可以看到它这个飞檐的高度啊 确实是非常非常夸张 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这个飞檐的这个出角 都没有这么深 嗯 比如说再往后这个冬莲花青根寺 你可以看它这个飞檐确实非常的高 这边呢是宝山玉皇阁 这边是回安桥阁 回安桥阁的这个 呃 琉璃的这个装饰啊非常漂亮 这个是瑶安龙华寺的碑亭 再往后呢是诺谦佛寺的大殿 这是云南更为南部一些的这个古顶建筑 这个建筑呢跟这个南传佛教的相关性就很大 跟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佛殿呢都很有关联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云南建筑 是这座建水的指宁斯大殿 这座大殿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飞檐非常的夸张 可以说是我所见过古建筑中的出颜最深远的一座 嗯 确实是比这个很多这个 古代甚至唐代的建筑出颜还要夸张 而这个指宁斯大殿呢一般被认为是云南一座原代建筑 但实际上呢也有明初的争议 最后一张呢就是北京的建筑 嗯 我选的呢是这个北京的中古楼 大家要是有兴趣呢可以到这个北京城里转一转 确实是北京的这个屋顶呢 非常有特色代表了这个明清官室建筑的这样一个风格 也非常的规整非常端庄 嗯 好最后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嗯